早前有指直销公司入侵娱乐圈 娱乐圈还有很多明星会员 据说隶属铜锣湾总部的谢安琪 曾经向前同门师妹Supergirls 欣怡和吴若曦等人推荐美容食品及美容机 以口碑讯销 有时月入将近30万相当阔气 不过该直销公司近日就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 涉嫌传销洗脑 人民日报刊发文章 看如新怎样编织谎言 揭露了如新公司宣传虚假信息 故意混淆媒体广告 和新闻报道区别 为其贴金以及组织大型聚会 涉嫌洗脑等问题 这家公司一向于坊间非常流行 不过有美国传入的如新 很懂得玩明星效应 就连邱淑珍 袁咏仪以及胡信尔 都曾经拍到去如新买东西 每次起码花五位数 而周海妹曾经在微博介绍该产品 据知陈一讯也光顾如新 港媒推测 如果她肯卖货 客源应该比谢安琪多很多 据报道 一有会员曾经见过邱淑珍 张家辉同李思杰亲自扫货 证明的确有不少明星 已经成为信徒 而贵为天后的谢安琪 禁止忙于上深圳参加歌唱比赛 除此之外 仍和老公张继聪合力做推销员 对任何单位企业 个人的传销和违规直销行为 商务部支持相关部门 根据禁止传销条例 和直销管理条例予以查询 搜狐视频 娱乐播报整理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 我是大鹏